上个月底勒令了数艘中国大陆的船只离开南沙岛海域附近一处沙洲 中共星期五已经就此事向菲律宾提出了外交抗议 中共驻飞大使馆表示 4月30号有一艘中国大陆快艇和两艘渔船接近 位在南沙群岛北方的斯加坡罗沙洲进行非政府活动 菲律宾海军舰艇突然出现勒令那些船只离开 后来菲律宾渔民又登上沙洲 除掉中共方面早先设立的标志 并且升起菲律宾国旗 中共是针对飞方的警告船只和升起两件事情提出抗议 根据了解斯加坡罗沙洲位在菲律宾的上辈斯省西方 并不被视为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但是它却是菲律宾和中共双方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岛礁之一 我们知道美国除了在越战的时候有大量的失踪 士兵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之外 在韩战时期其实也有高达八千名的士兵被列为失踪名单 为了解决韩战失踪士兵的问题 美国和北韩最近在纽约进行谈判 不过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韩战对美国来说也算是在亚洲的另一场恶战 不仅造成五万四千名官兵的死亡 被列入失踪的士兵也高达八千多人 双方为解决失踪士兵问题上星期天开始在纽约展开会谈 一直到九号结束 不过在会谈当中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而美方代表在会后也表示 由于北韩代表对于美方所提的方案均无法给予承诺 因此会谈自然没有结果 另外参与会谈的韩战战俘协会主席 也对于这个会议结果表示相当遗憾 之前美国官员相信 在北韩至少还可以找到三千名美国士兵遗体 而在星期五也有不少失踪士兵家属 抱着希望前往开会会场 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尽力寻找他们的亲人 这场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 而从目前看来韩战失踪士兵的问题 近期之内恐怕还是无法解决 无线微信新闻杜河廷编译 目前正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昨天在巴贝多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各国领袖 举行高峰会议 克林顿承诺美国将与加勒比海各国 在经贸以及反毒工作上保持积极的合作 美国和加勒比海各国 星期六在巴贝多举行的高峰会 出席的人士由美国总统克林顿 国务卿欧布莱特女士 以及包括巴贝多 巴哈马 查森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访问的时候 否认共和党指责克林顿政府 在90年代中揭发这件事之后 的激烈争议之外 对于洛杉拉摩斯国家实验室的华裔科学家 现在也有深刻的影响了 根据TVBS独家的消息来源 华裔科学家目前在几个方面都受到了陷入的冲击 首先我们就看记者佐敏林 来自于美国当地的微信报道 位在Losalamus东南方的白岩市一向平静 不过李文和隔职的消息传出后 这里也出现许多守候的摄影机 希望当事人能够现身缩法 不过李家的大门深锁 仍然打算让时间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李先生 李教授 和李家相熟的邻居说 这个消息相当突然 不过他们相信李文和的为人 you know,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going on there's been stuff going on since the atomic bomb was built but, um no, I wouldn't want to say anything about them the surprise and shock I mean I still don't nobody that I who knows him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believes that believes that the allegations at all um it looks like some kind of a setup of some kind that um that maybe no information was transferred at all 目前老Salamus国家实验室 不愿意针对李文河案做出任何的评论 只表示一切的发言将由在华府的能源总署进行统筹 不过根据了解 在过去几年已经慢慢松弛下来的安全措施 这几天又开始严密起来 而其中最大的影响最大的是华伊科学家的人事案 了解目前实验室的华伊有400多名 集中近9成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只占一成 在主工作的人除了要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 还要上保密防洁的课程 因此李文河事件发生后 人人自为华恩社区更是三先其口 不过可靠消息来源说 实验室的华伊科学家目前明显的在四方面受到冲击 以此人事案受到搁置 而是全面背景的再调查 但是只为连带受到调整 而以第四点短期研究计划名额被删除 不过能源部目前拒绝证实这一项消息 只表示国家安全的例行工作将会持续严格执行 而不管李文河事件将如何收场 对于大学毕业后就赴美的李文河 文飞扬夫妇而言 美国梦的定义将永远改变了 而台湾出身的科学家把美国核子弹头设计机密 泄露给大陆 后续会引发什么样的效应 让克林顿政府跟共和党人士 借此展开了政治角力 而美国媒体更认为 这整个事件将会是美国总统大选 相当重要的争议话题 屏东出身的李文河可能涉及间谍案的消息 在美国媒体上曝光后 现在已经在华府形成了一股政治风暴 共和党人士是立刻抓住机会 指责克林顿政府处理中国事务手软 民主党人士则说 这是共和党主政时期所留下的烂摊子 在媒体的反应上 《华盛顿邮报》今天刊出一位 著名参议员的文章 呼吁克林顿政府应该正式大陆导弹 对美国的威胁 并且要重新检讨美中关系 《华盛顿时报》的报道中认为 大陆在取得核弹头科技后 提升解放军的战略能力 而《纽约时报》则指出 共和党人士想要公布 大陆在美从事间谍活动的 许多机密内幕 但克林顿政府却认为 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机密 当然是公布的越少越好 在布希总统时代 担任白宫国安会资深主任的包道格 对于大陆取得美国核子弹头科技 可能产生的损害 做了一番评估 根据报道 克林顿政府早在三年前 就怀疑李文和可能将核弹机密 送给中国大陆 但是为什么直到前两天 才采取行动将它开除 包道格给了一个相当独特的看法 当地政府已经派出了救援小组 先往当地进行救援 而根据了解 张北县在去年1月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规模6.2的大地震 而在当时造成了70个人死亡 有一万多人受伤 同时也有10户的民房回碎 而至于这一次的地震 到底有没有造成灾情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做插播报道 再回到国内其他的社会新闻 台北市南港山区路边 民众报案发现了一具男气尸 而警方到场之后发现 体型居然和新光保全窃案的主嫌犯 雄耀国类似 也引起了专案人员紧张 不过家属在晚间确认 死者身份是男子谢玉龙 而不是雄耀国 台北市南港山区的路边 竹林椅的垃圾桶装的不是垃圾 竟然是一具男尸 附近住家的民众 昨天就已经发现垃圾桶 发出阵阵的恶臭 前往查看才知道原来出了命案 这些男士立刻引起了警方高度的关切 因为从死者的体型和外貌来研判 很有可能就是失踪多时的新光保全欠案 主线雄耀国 台北市刑大建设组的人员立刻到场建设 同时检察官会同法医 立刻就把死者遗忘殡仪馆在座看一眼 最新消息传来 死者家属已经在晚间确认 这具男尸的身份是现年52岁的男子谢玉龙 虽然确定死者并不是雄耀国 但是凶手气势的守法残忍 检警都将深入追查这起命案的后续 我熊西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元宵节发生的高雄县大树乡 203兵工厂爆炸意外 当时受到重伤的工厂雇员中月杰 在医生的抢救之下 现在伤势已经恢复了稳定 203兵工厂爆炸 当时造成了两死八伤的惨剧 而受到重伤的雇员中月杰 全身有80%的面积被灼伤 生命垂危 在高雄海军总医院 医师全力抢救之下 目前中月杰已经离开了烧烫江中心 转往普通病房 而呼吸器也拔除了 同时也能够喂食留职的食物 而家属对于中月杰能够私利逃生 都感到相当的欣慰 而另外涉嫌跟远景挂钩 漂白脏车的嫌犯王文庆已经到案 他坦承持着假证件冒领脏车 而且跟部分远景挂钩 进行脏车漂白 为了侦办需要 王文庆已经被收押 而检调单位下一步还要调查 有没有其他远景或者公务人员涉案 而脏车集团勾结远景 把脏车漂白合法化的过程 搬上了台面 而这种便利的方式 跟过去把脏车分解 再送到国外去销售了犯罪手法 是大不相同的 不花钱而且又省时 也成了脏车集团最新的犯罪模式 脏车集团偷了车子 如何将脏物脱手是一大关键 以往最常用的方式是 在台湾先将车子解体 再运到大陆或是东南洋等地变卖 赚取暴利 可是这种方式不仅花钱 而且费时 更容易被警方发掘 所以脏车集团才想出利用远景 再伪造车集资料 将一辆脏车不必解体 就可以取得合法的身份 为了调查失窃张车的去向 每一天远景利用小型电脑输入将近千个车牌号码 只要是张车都逃不过完整的通报系统 动机张车 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报案后 辖区派出所会建党 并且和警政署通报系统连线 找寻失车 而监理站也可以得到相关的讯息 但是将张车合法的先决条件 是派出所必须有人和张车集团合作 否则根本无法暂时更改资料 一个月必须找到两辆张车 绩效的压力应该是造成远景和步伐分子挂钩的原因之一 可是民众丢了车 除了报案之外 如果又发现自己的爱车已经被人重新破护 就应该与警方合作共同揪出不法集团 无线卫星新闻沉路环镇和明台北报导 而高雄县凤山市一栋大厦 白天被人发现有卫报弹 但证实是乌龙事件 当时是一位房东在房客搬家之后 就在房子里面发现了一颗卫报弹 吓一大跳赶快报警处理 而军方跟警察防暴小组全副武装大费纠张 最后军方证实 这是一颗多年前捡来的 但已经引爆的空弹壳 而且是拿来摆饰用的 真相倒败之后 军方跟警方人员都觉得自己被开了一个大玩笑 而焦点性关要来关心的 就是受到中美关注的 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泄密案 除了在美国华府 我闭嘤 soft 桂檐 遢免 遢免 n